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今天我们继续上一节的课程来讲解如何实现一个支持多种cell的table wheel 我们继续打开我们的工程 既然是要多种cell,由于我们上节课已经实现了一个cell 然后呢,这节课我们再实现另外的两个cell 然后让我们的table wheel支持这三种cell的同时显示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网易新闻客户端 OK,大家现在看到屏幕上的就是我们再次打开网易新闻客户端 我们之前已经实现了这个有一张图 然后两个label的这个cell 然后呢,今天我们再实现一个这一张 现在在屏幕中间有一张大图 然后上面有一个title这样的一个cell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一个有三张图片 哦,对,在这儿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中间的这个 有三张图片加一个title的这个cell 今天呢,我们先实现这两种cell 然后也是使用auto layout来进行布局 然后实现完这两种cell以后呢 再给大家来讲解如何让一个table wheel支持多种cell 我们接下来先新建两个文件 然后也是继承自uitable wheelcell的 然后呢,第一个我们就叫做image table wheelcell 然后它是包括一个大图和一个title的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 嗯,这个叫做 叫做small image table wheel 接下来呢,我会进行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 然后呢,这部分的工作就不在视频里给大家展示了 它和我们实现的第一个snap table wheelcell的时候差不多 然后等一会儿我做完了这部分工作 开始进行布局的时候 再回来给大家查看代码 然后我们会跳过其中的这一段代码 谢谢 OK,我又回来了 我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再巩固一下 我们这snap kit这个auto layout类裤的使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对属性的处始化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种写法叫做懒加载 它只会在属性被调用的时候才会进行加载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但这不是这门课的主题 所以呢,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我继续给大家巩固我们的snap kit的使用 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刚才我们的那个table wheel 这是我们有一张大图的 然后和一个title的那个table wheel 然后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title 它离左右和上都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呢,我们这样写 left,然后top,right 然后呢,还是以我们的content wheel 啊,我们的代码高亮和自动补权又崩溃了 这是拆破的问题,没有办法 然后呢,我们还是使用insight 然后UI edge 大家可以上,距上15 然后距左15 距下我们是0 然后呢,距右15 OK,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title label的布局 接下来我们完成这个大的image的布局 这个image,首先它的左右是以我们的content wheel为基础的 然后也是有15的缩进 所以呢,我们这样写 left.right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直接复制好了 然后进行一定的修改 这个是上,我们可以改成0 然后呢,只留下左右的减据 OK 然后呢,我们再设置我们的上面 上面的也就是top 我们top是以我们的title label为基准的 但是是以title label的下沿 上面 然后呢,再有一个15的 嗯,我们的自动补圈又坏掉了 嗯,我们的自动补圈又坏掉了 我们在下沿的offset也设置成15 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约束 就是我们的bottom 然后呢,bottom还是以我们的content wheel为基准的 然后呢,有一个也是一个15 但是大家记住我们上节课提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15 OK 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我们当前wheel的所有约束 一个title label 然后一个big imagewheel 接下来呢,我们先去修改我们的tablewheel 让它支持两种cell 然后呢,如果时间还有的剩的话呢 我会把第三个cell的outlayout布局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为了便于使用 首先为了便于使用 我们先声明两个我们cell的identifier 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叫cell snap 然后呢,第二个叫cell image 然后我们声明两个是为了便于使用的 然后一会我们会把之前的那个直接写在参数里面的 替换成我们现在声明的这两个 然后呢,下一步工作 我们需要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的setup方法里面 再给我们的tablewheel注册一个新的cell 这个cell就是我们刚才完成的image tablewheel cell OK,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的cell写成刚才我们声明的cell image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也修改一下 改成cell snap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cell了 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这个地方来进行使用了 然后呢,怎么使用呢 我们现在可以加一个这样的代码 我们让index.pass.row 当我们除以2有余数的时候 也就是单数显示一个,双数显示一个 然后呢,我们让双数的时候 我们让双数的时候显示另外一个cell 嗯,我们把这个地方需要修改一下 嗯,我们把这个地方需要修改一下 需要修改成image cell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修改一下 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cell image 然后把我们刚才这个地方也修改一下 改成cell snap 然后大家已经我们的image tablewheel呢 已经没有这个detail label了 所以我们删除掉它 呃,为了便于分辨呢 我把这个地方的复制文字修改一下 我们改成这样 然后也让它超出屏幕 然后呢,这两个cell的高度明显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再来进行一个 我们来实现tablewheel delegate的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返回我们这个cell的高度的 我们还是根据单双 index pass the row 然后我们于0的时候呢 我们返回我们snapkey的高度100 然后呢,另一种情况就返回我们的image wheel的高度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150吧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一个有两种cell的tablewheel就实现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单双数分别显示了不同的cell 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再增加不同的cell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就只需要新建好cell 然后把它注册到tablewheel中 然后呢,再给它使用唯一的一个identifier 然后在我们的datasource里面 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返回不同的cell 然后呢,在我们的hat for row at index pass这个里面呢 给不同的cell设置不同的高度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需求了 这节课呢,还剩一些时间 然后呢,我去对我们的界面再进行一些微调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这个detail的这个label 其实应该是显示两行的 我们现在只显示了一行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修改一下 然后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怎么改呢 我们应该是detailwheel 然后呢,它有一个属性叫number of lines 我们把它设置成两行 这个就是限定了我们这个tablewheel 最多只能显示两行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去把我们的word这个 我们可以改一个别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成中文吧 然后你好 然后我们复制很多很多的你好 然后让它显示两行 OK,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字体再稍微调小一些 现在的字体跟我们的title label是一样大的 然后呢,我们设置它的font 然后呢,是uifont 我们system size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12的大小吧 然后呢,我们再设置一下它的text color 然后呢,把它变成灰色的 这样就会跟我们的网易新闻客户端更像一些 OK,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显示了两行了 而且字体会比我们的title更小一些 然后呢,它还是一个灰色的字体 OK,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一个支持多种style的tablewill 也给大家讲明白了它的实现原理 这样呢,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完成了我们的这一项需求 然后呢,希望大家在下课以后 可以自己敲一敲代码 然后进行一些巩固 OK,然后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我会给大家介绍 如何把我们从网上 就是通过animal file 拿回来的数据 显示到我们的这个tablewill上 然后到时候会将文字 然后以及图片 都通通的加载到我们的这个tablewill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个完整的效果 然后还会对一些细节 再进行一些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点击的这个效果 我们也会让它显示的更加正确一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